好 首先我們要看的就是美國 美國現在的一個天氣 陷入了冰風暴當中 那麼中美關係 是不是也降到了冰點 我們看到中國國務院的 一個副總理劉鶴 前往美國進行兩天的 一個貿易協商 但是沒有想到 進行的一個協商過程當中 可以說是內外交戰 為什麼這麼說 內要面對的是賴海哲 這個談判高手 而外部則是要面對的 是中國大媽的逆襲 中國大媽為什麼要逆襲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在劉鶴的一個過程當中的話 沒有想到很多的民眾 在這個訪問的一個過程當中 在場外進行抗議 而且大喊這一個劉鶴 還我財產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 劉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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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到現場劉克 在進行訪問的一個過程 協商的過程當中的話 他場外碰到了抗疫的一個事件 如果不知道的人 以為是發生了槍戰 而且看到了現場的一個 特勤人員的話 是鶴槍實彈在那邊 到底怎麼回事 這堪稱是史上第一次什麼 中美貿易談判的時候 出現抱大腿 藍叫聲淵告狀 然後高喊中國的 副總理劉鶴還我財產的狀況 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什麼 是中美貿易談判 已經來到了最敏感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次貿易談判 再不成的話 從3月2號開始 有2000億美金的商品 會被課25%的高關稅 所以這次的貿易談判 格外的重要 我們看到什麼 中國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領軍到美國去談判 就在一群人談判談完 中午出來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很特別的場景 這一群中國的談判代表 本來是要回自己下榻的飯店去 結果沒想到一出來 遇到一群人湧上來幹嘛 這儼然就是台灣版的 柯次海還我牛的美國版 什麼意思 他們就衝上去 然後抱住劉鶴的大腿 然後高喊 還我財產 還我家園 這個情況非常的特殊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中國的副總理劉鶴 他也傻眼 怎麼突然有一群人出來高喊 然後另外有一位叫做馬永田的 他就說 他是在吉林有個工廠 然後被政府強拆 所以他也跟著來說 要高喊 要還我這個財產 這個狀況一發生之後 當然你想想看 不管你是中國的特勤 還是美國的特勤 你這時候都很緊張 為什麼 你有危險物品有怎麼辦 你有炸彈怎麼辦 你有其他攻擊的方式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看到 美方的特勤怎麼樣 持槍警戒 好 這是早上的8點14分 這是第一波的一個抗爭事件 那麼第二波的一個抗爭 是來到了中午時間12點55分 也就是說 劉鶴跟美商的一個談判代表 進行了談判的 中場的一個休息時間的時候 車子要開回去飯店的時候 又碰到第二波的一個聲音了 沒錯 第二波的場景是什麼 第二波的場景是車隊往前 剛剛我們講是人出來 現在車在往前 但是你看到 你中國大媽一樣出來幹嘛 兩個直接出來攔住這個車子 說我就要把你擋下來 所以在這裡面你會看到什麼 他們繼續的 我剛剛擋人擋不到 沒關係 我現在改擋車子 改擋車子 喊的是一樣的話 叫做劉鶴還我財產 雖然好像不是劉鶴直接欠他們財產 但是他們儼然把整個 中國政府所做的事情 他們都在這個時候一起吶喊了出來 但是真正的重頭戲 則是在內部 場內裡面的話 劉鶴則是跟賴海哲 要進行一個協商 不過在協商之前的話 其實美國也出現 非常詭異的一個氣氛 也就是說在前兩天 美國的一個超級財報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大佬 站出來直接講了 會影響到2019年的一個貿易 預算的話 他們的一個未來的預測的話 最主要就是中美貿易關係的關係 所以因此在這邊 美國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些壓力在 對 在這次中美貿易談判之前 看到一些氣氛上的一些轉折 怎麼樣氣氛上的轉折呢 首先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說在貿易代表的人選上面 好像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怎麼說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在去年的G20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出來的貿易代表 幾乎都是鷹派的 所謂的鷹派就是告訴你 我就是很強硬 那這樣的鷹派代表 當然讓人家覺得說 你就是要對中國強硬主張到底 那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貿易能夠達成妥協 達成共識的機率相對就比較低 可是在這個事件之後 我們看到一些氣氛的變化 比如說你看到華爾街日報寫什麼 華爾街日報說 貿易衝突讓美股大跌 川普曾經擔心的 打電話給他的顧問 關心說 是不是我們打貿易戰的關心 所以讓股市這樣跌跌跌跌跌 那這個狀況披露出來 某方面他是在透露出 川普認為可能他要大選了 那股市如果跌跌跌 看起來不理想的話 會不會不利他的選情呢 那另外又看到一個現象 你看到說 中國出現了新外商投資法 那麼這個新外商投資法 是針對什麼而來 針對外國人投資而來 那你知道美國最關心的是什麼 美國最關心的這次 在貿易談判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中國的企業 跟我的企業在競爭的時候 你都用補貼當手段 所以你的東西可以賣得比我便宜 賣得比我便宜 你就打趴了我的公司 第二個 我的公司要到中國去做生意的時候 你都強迫我要做技術移轉 把我的技術給轉走了 這樣對我不公平 第三個 你還有公司會怎樣 會偷我的技術 所以在整個新外商投資法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是強調他要取消這種 所謂的對於外商 外國公司到中國去經營的時候 這種技術轉移的一些不公平的規定 那麼這樣的一個法出來 它會被當作是什麼 是不是中國大陸的政府 再釋放一些善意出來呢 所以在這個裡面 隱約都透露出一個 訊息是什麼 他好像告訴你說 雙方在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 距離達成共識比較進一步 比如說什麼 我們有講到一件事情 講到什麼 講到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賴海哲 基本上是一個強硬派 這個人強硬到什麼程度 賴海哲是當年 你知道在對日本談判的時候 看到日本的東西 不想看 把日本人的報告折成紙飛機的人 對 直接射出去 對 然後在談判的時候 你不想 我不想聽 所以我在這邊拆麥克風 拆零件 賴海哲是這樣個性的人 就像面對像蘇聯 這個比日本人兇了吧 面對蘇聯人的時候 你準備一盒雪茄是不是 我就抽光給你看 這是賴海哲的性格 可是這一次的賴海哲 竟然被什麼 竟然被在旁邊觀察的人說 這一次在整個談判的過程裡面 有人這麼描述 賴海哲看起來有一點緊張 然後應該有時差的 中方的談判代表 看起來還比較從容不破 這個是不是很奇怪 這個還不是最奇怪的報導 最厲害是什麼 是談到說 美國的財長努欽講什麼 講說雙方的這個什麼 雙方談判的氣氛還不錯 然後努欽 美國的財政部長 還特別強調說 說華為這個事情 我們是當天看報紙才知道 就是講G20的時候對不對 G20那一次的話就是 習近平跟川普 在進行晚餐的時候 同時間 幾乎同時間 孟晚舟被抓走了 然後在這場會議裡面 又把這件事情把它提出來這樣 因為這個會議的時間 又遇到什麼事情 孟晚舟又被引渡 孟晚舟又被司法正式引渡 所以這個努欽又在強調說 我們真的是看報紙才知道 怎麼跟我們台灣政治人物一樣 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們美國的高官 竟然說你看報紙才知道 然後很多媒體就研判說 努欽這個話講出來 比較像是希望什麼 第一 緩和現場的氣氛 第二 他比較像是什麼 釋放出一個有可能 達成共識的一個風向球出來 但是能不能因為這樣達成共識 還要看他們接下去的 談判結果而定 好 這談判結果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影響了這個 所有的一個企業界裡面的一個佈局 其中影響最深的恐怕就是郭台銘 那麼美中貿易大戰當中 郭台銘是率先到美國去進行投資的 但是現在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爭議 因為美國的學者直接痛批 郭台銘的這個投資是一個大騙局 好 來 希望這到底又是怎麼回事 那不是高高興興的在那邊殘土嗎 然後跟這個川普在那邊要建產 而且川普的這個執政效率非常的高 不到一年的時間 聽說已經這個蓋好了 已經開始在生產 就現在沒有想到 當地的一個學者在那邊痛批了 沒錯 慶雪你現在講到一個重點 竟然會有一個美國的學者說 我們的郭台銘董事長 要到美國投資的100億美金 是個大騙局 這是一個多大的指控 可是在他講話的這個時間點 你看到什麼事情 你看到了鴻海集團 發出來的最新聲明說 他們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資 要做一些調整 然後同一時間 你也看到什麼事情 看到郭台銘董事長做臉書了 他在建立自己的臉書粉絲專頁 然後發出來第一篇的臉書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觀眾朋友請看這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2019年1月31號 裡面寫什麼 網路上眾多流傳 用郭台銘名義開的臉書帳號 四真四假 所以他自己開了自己的臉書 所以你會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在鴻海發的聲明 跟郭台銘董事長發了自己的臉書 兩件事情看起來時間點非常的巧合 然後再看到一則報道是 郭台銘董事長的特助 胡國輝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怎麼說 他說鴻海考慮在威州的投資計畫 要幹嘛 縮減規模 甚至擱置 縮減規模已經很嚴重了 下一句話叫甚至擱置 這不是更嚴重嗎 現在不是中美貿易正在談判當中的話 為什麼再選擇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是縮減規模 甚至擱置 然後慶雪你再看下一句話 下一句話怎麼說 主因美國人工相對貴 在美國製造先進電視面板的成本太高 慶雪 美國人工相對貴這件事情 請問我們是到2019年1月31號 我們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嗎 不是 絕對不是 在當初要投資計畫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計算過了 沒有錯 所以這裡面就牽動到一件事情 這個理由一定是大家本來就知道的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提出來這件事情 想必後面一定有些因素 到底是什麼因素 我們看到什麼事情 看到在美國的大選之後 狀況不太一樣 在威斯康星這個地方 發生了一件事情叫做政黨輪替 這個政黨輪替是什麼 從共和黨的州長 變成民主黨的州長 這裡面就出現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本來鴻海在當地所談好的稅付優惠 還有那些相關的排放 這些污染的條件 以前本來都談好 很寬鬆的 又有稅付的優惠 算算加起來總計400多億台幣的 稅付的優惠 但是對鴻海來說是多大的誘因 結果你知道嗎 在美國這場大選裡面 共和黨 民主黨打到後面 民主黨的這個當初的候選人 指控共和黨州長說 都是你們在放水 你們怎麼可以放寬它的污染標準 然後你們怎麼可以 讓它給這麼多的稅付優惠 這樣的一句狀況 打到後面變成什麼 真的政黨輪替 那政黨輪替不一定是因為這個因素 但是政黨輪替之後 它開始引爆了另外一波的口水戰 這個口水戰是什麼 這個口水戰就變成說 共和黨現在講說你看 鴻海現在不投資了 鴻海要縮減投資 這都是你民主黨害的 民主黨說沒有 是你們共和黨當初談的條件有問題 但是從他們的口水交鋒裡 我發現一件事情 政治環境的變化影響了什麼 郭董的投資不出